台东领馆处与台东县政府 3月4日在台东森林公园 共同办理台东县各界纪念国库 四世92周年及推动 植树照临呵护台湾植树活动音乐会 活动一开始由台东领馆处处长刘崇连 与秘书长陈明仁 东莞处处长林信任 骑着假哈称与民众到陆续湖畔 前往咒术 好可怕 走走走 好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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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定格 这边OK了吗 好 中间 中间 好 好 我们今天做的是服务 服务 那 服务 好 谢谢 服务 做的服务 服务 我觉得很棒 就是让小孩子有机会教育 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去人家一起种树 希望它长大之后我们还可以来看这个树 接着在山明社区的影兵舞表演 由生活的艺术国际讲师 带领县长黄建廷 刘处长以及在座来宾等进行森林 瑜伽 除了把它种下去之外 我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时间 用我们的关心 把这些树 呵护长大 我相信 所以明年我们就会看到 在我们的视眼 视线前面 可能树就已经长大了 那树 要提供我们的服务 就是要更健康 树要长大 需要我们的照顾 要有好的 要有好的土壤 要有足够的空间 这些都是让我们 要我们仔细的去付出 去呵护它 让它提供服务给我们 从尼泊特之后到现在我们 我们农业处的同仁 已经在这里种了差不多 六万棵的树苗 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大概又种了一千棵了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今年我们的目标要在这个地方 要再种二十万棵 然后我们也跟中央争取了一些经费 我们也要在台东的市区 我们在外围 还要种比较大棵的树 那么联合国今年也宣布 是一个永续观光的一个推广年 那循着这个轨迹 江湖部观光局 今年推动的是一个生态旅游年 所以我们东莞处会在绿岛 来推动海洋生态旅游年 那么第一个活动就是 跟我们处长的合作 我们会在那里一样 三月份开始 我们就要来做植树活动 在当天也邀请到立即分校的打击院 资本国小背男竹 乐舞剧表演等 节目多元且精彩 东台湾新闻网 范耀林台东市的采访报导